YDM智慧禪 生命真谛 一生沉醉于自我优越感中的人 一定无法参透生命的真谛 一位追求外在美的感官的人 一定密不得内在清净的喜悦 妈祖慈悲 马祖慈悲 大家好 本周一的马祖 是给我们的智慧禅语 生命的真谛 那这一段禅语 让顾问想到 我们在学习 心理学 行为学 教授们提出了一些理论 他把人的需求 人追求的目标 大概分成七大类 像一个三角形 最底层的 最多的人 一开始在追求 一种 生理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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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追求一种 安情感 生存的条件 所以我们要 食衣住行都满足了 如果食衣住行 生命受到威胁 那我们会去追求 得到安情感 跟得到 食衣住行的一种满足 那就叫生理的一种 需求的一种满足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 追求财富 因为财富可以满足 我们的一些 食衣住行的一种需求 让财富让我们有安情感 那第二种需求 就叫所谓的 传宗接待 这种爱 爱 爱的一种需求 所以当我们 经济自由了 满足了 我们就要追求 所谓的爱情 传宗接待 所以我们 就会常常说 你年纪到了 没有结婚 常说 结婚了没 生小孩了没 常常我们的 长辈都会给我们压力 所以第二种需求 就是当生存 有安情满足了 在追求一种传宗接待 要孝顺父母 那种亲情 这种爱的那种需求 第一个就是生存 第二个就是爱的 用心理上的一个需求 要慢慢的 第三个追求的是 一种自有羞耀感 那这种赞感是被人家尊重 觉得自己有一个价值 比如说在公司里面 大家 人家花奖金 每个人都花到 你没花到 你会觉得很难过 好像你不重要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追求 自己的位置 一直要努力的进身身关 就在这个团体当中 会被重视 你的自我的一种重要感 所以每一个人都爱面子 那人家不给你面子 就是不重视你 不尊重你 你就是不快乐 这是第三种需求 那第四种需求呢 就是社会的战时 给人家赞赏 所以有人呢 去骂你 你就很不快乐 有人称赞你 帮你几个大母子 你最棒了 你就很快乐 这是第四种需求 那就是慢慢的 三角形 得到下面的 就慢慢往上 那第五个需求是 物主上的一种 快乐的满足 所以你要买好一点的电视啊 听好一点的音响啊 所以追求那种 刺解 恩而 鼻舌 要吃得好 对不对 味道要好 要眼睛看得好 要很漂亮 啊 刺解 要摸起来好 所以你喜欢把自己打成漂亮 你喜欢看漂亮的一个事物 看漂亮的东西 享受那种 感官的那种感觉 所以 这是第五种需求 那第六种需求呢 就是内视的一致性跟好奇 一来一高 当一个满足以后 你有金钱满足 前面都满足了 那你就是要开始内视一致性 人家可以读到博士 瘦士 你也想拿一个瘦士 博士协议 好像没有拿到 好像是四点 人家有 你也要有 还有一种好奇 人家懂 你也想懂 所以你对学问 宇宙有种好奇 你开始追求 你开始要看这个世界 人家去 游历全世界 你也要去 人家去我 怎么可以不去 还有好奇 对这个宇宙的 对一个知识 一种好奇心 所以你看到 有人抬头看天空 在马路上 有人看天空 你看所有人都看天空 人家有好奇心 这就是人的那种需求 那最高就是 住我生活 那住我生活 就已经超乎了 这也不是物质方面的 住我生活 就是一般跟一般年的 价值观不同 它可以超越生死 追求心灵的一种层次 很高的一种层次 它可以牺牲自己 追求 它精神方面的一种价值 我跟别人不一样 价值 我跟别人不一样 我追求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那这个是金柱塔的一个顶端 是生命的一种升华 住我的升华 所以 越顶端的 金柱塔的人 越少 越高等 所以 一般人呢 我们看一个人的等级 就像我们看 死回到宗教的史法界一样 下面的意界 在追求一种 本能的满直 有慾望 再來有色界會分好壞 你說好人壞人 好跟壞有那種價值 是非 那無色界呢 就自我昇華 都好都好都對都對 這三界一來越高 還有超越三界 那就自我昇華 所以馬祖的這個禪言 讓我們去真的在理解 人生如果 你只是 承設 目標主追求到 自我重要 然後社會的暫習 那快樂的那種感覺 你六根 人而彼此而生意的那種感覺 舒服 那物主上的那種享受 那你沒有辦法了解生命 你就沒有辦法提升 到第六、第七 生命的那種價值 生命的那種昇華 自我的昇華 所以一個人 一直一味的追求感官 就剛剛顧問講的 第五種 人 感官真的享受個滿足 他覺得很舒服 我可以住很好的房子 穿很好的衣服 追求名牌 追求開很好的車 很舒服很舒服 所以 都在我 在宗教來講 你都是有我 就是有我相 有那個色界 色 好壞 異界後來 有色界 你沒有辦法超越 無色界 跟超越三界 更高的一種昇華 所以人最怕最怕 就一味的追求 外在的這種外相 所以我們在宗教 佛教來講 佛教有三個解脫門 那三個解脫門 第一個就是無 無 要了解空 就是代表 不要执著 第一個叫空門 那個門叫空 就是無 叫空 一切都是如夢幻一樣 夢幻泡炎 如路如電 都是空 所以對色界有相的東西 但不要执著 第二個門就叫無相 就是無相 所有的物質都有色 有色相 所以其實都是如路如電 其實是無相 所以不要去主著這個相 就是主著在外在的美的 那種感官 炎而彼舌那種感官 你不要主著在這 你有這個相 有這個好壞 有美醜 好壞之分 你煩惱就來了 煩惱就來了 最後是一個無厭 無厭就是 不要有那個期望 不要有那個目標 所以剛剛我講的七個目標 就是去追求 生存安全 然後傳統接待 然後祝我中好感 社會的戰習 然後趕快上來又滿足 更多疑忌 我也沒有問 是本身 那處補助 那處補助 這次的運動 還有一個 不需要 來自行 在那裡 這個地方 是個別處 那處補助 的嗎 那處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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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盤的那種境界 那活進內盤的境界裡面 所以我們在修行 追求內盤的宿德 常熱我靜,常靜我樂 你一定不要 一味來追求 那種感官的享受跟滿足 所以一個人 如果成名在自我 都是我有我我我我 所以活教它是 很重視一個重點 所謂活教各種宗派 不管它是禪宗 密宗 或是淨土宗 它講的共法就是空 你解脫了 這些就沒有環繞了 就沒有障礙了 你就到彼岸了 內盤了 所以要得到清淨的那種喜悅 因為永恆的常靜我樂 這種內盤這種境界的時候 你一定要到達 所謂的 第六、第七 這種境界 這個境界呢 有些人 才能自我的一種生活 所以 不要沉迷於我 要叫無我 無我就是放下 放下 空 不要執著 然後無相 不要重視外在的那些 美的 外在美的 感官的一種享受 感官的一種感受 就是無相 然後無厭呢 就不要有目標 人不要 為那些 生存安全 傳宗接待 就磅制了 那你能超脫 這個七大目標 人類的七大目標 你 就是超越了 故人呢 針對扁桌 就是 我們都要追求 這個七大目標 最後頂端 最高 就是 生命的昇華 自我的昇華 我們跟別人不一樣 我們會去幫助所有人 我們不會去滿桌衣 剛剛講的 祝我重要感 社会暂时 我们一步就满足在感官上的满足 跟感受 所以我们对自己要齐喜 内视的一致性 跟好奇对宇宙的好奇 还有祝我的一种生活 以上跟各位做一个分享 感恩大家 谢谢大家 祝大家 马主 祝贝